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軟園外說書》 客人來泡茶喔 我是王威啦 我現在是一個知名的Podcast喔 歡迎大家可以訂閱追蹤我的頻道 讓我用台語講故事給你聽 我們古早人在說 文秋風水堤真正辦的不幾個 講到你辦了嘴笑都打擾 但是沒關係 今天王威就講到你辦 大家知道最久有一部聯繫叫真有名叫做茶巾 說的就是我們台灣的地味 像黃金的時代 這部戲真的是重新雲集 裡面有說客威 有說台語 有說法語 有說英語 真的是歡迎我們台灣的時代 但是這部戲局是根據真正的故事 茶巾這部戲局的原型 就是這本廖韻潘先生下的 這個茶巾歲月 北部江阿欣洋樓的故事 那這個江阿欣到底是什麼呢 江阿欣就是茶巾一部戲局的主角 在戲局裡面是郭子前先生辦的記賞 這個江阿欣是台灣的帝王 他出口的地味 半將台灣地味出口的三分之一 他創立的永光公司 把台灣的地味行銷全世界 他主要做得很大 但是因為後來時代的演變 這個永光公司就不再營業了 但是他的女兒很厲害哦 這個江麗芝 在戲局裡面是江一新 江麗芝跟他的兒子後來就把他們家 去用茶巾的圓樓 把中心賣回來 除了剛才我們說的江阿欣跟江麗芝 還有他 我們剛才說的這本廖的作者 廖韻潘先生 他就是江阿欣的警察 他在這個部戲局裡面的角色 叫做文貴 文貴 他的這個演員叫做薛士林 你別聽過一首歌嗎 拉吉拉吉拉吉 拉吉拉吉 我不對 這首歌就是他唱的 不要懷疑 這個文貴在戲局裡面 他是當地對他的科長大學的大學生 父親本來很欣賞他 要把他叫他來做警察 但是後來文貴 他爸爸悔訓了 所以文貴跟益欣 所以沒辦法來做會 但是我們這個文貴 真厲害 他沒有失職 他後來變成晉級的文貴 他在戲局裡面 跟KK、益欣、文貴 這三個人的三角鏈 變成這部戲局 政策的所在記憶 醫生的故事分鄉到這裡 這部戲局 他講的故事 勘帶三大人的醫生 所以你若是這齣戲 你看伴 希望我給你喊你三大 金營災報公軍來 推薦給大家 謝謝 謝謝 來玩